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JavaScript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28章错误处理与调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讲一下JavaScript中的调试技术和使用的调试工具 那么JavaScript的调试呢 主要的是看一下在发生错误的时候 是哪一块出现的错误 还有就是出现了意外的结果 我们要去查看是从哪里得到的意外结果 那么这边是我们主要调试的目的 那么在JavaScript的初期呢 并没有提供JavaScript的一些调试的工具 所以开发人员呢 想出了自己的调试方法 比如Alert调试方法 对吧 好 如果你怀疑某个地方的值是不正确的 那你可以输出它的值 或者它上下文相关联的变量的值 如果有代码没有完全往下执行 出现错误了 就是说没有执行到你想要的 就是代码 那么你把Alert在它之前打印 看看它是否能打印出来 来判断它是否出错了 对吧 好 那么下面呢给出一段代码 然后使用一下Alert来看一下 先创建一个Demo3 Demo3 优机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边改成Demo3 前面这两个关闭 把这边呢先去掉 拉到前面去 这地方下来 好 先写个最简单的 Number1等于1 对吧 LearNumber2等于B 那么这边呢就会产生一个引用错误 所谓的引用错误 就是说这个B的变量根本不存在 是吧 好 然后呢 Result等于Number1加上Number2 那这是两个数值计算 对吧 那么这边呢不小心给了一个B给它 比如说程序很复杂的话 你就看不清 就不知道哪边有错误 对吧 因为这个程序很简单 所以你很容易看出来 那我们只是模拟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在火壶 先把它打开 谷歌也把它打开吧 I27也把它打开 好 他们都不报错 我Fileby没有打开 它根本就不报错 对吧 那么最后为什么打印不出来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我们就要测试 到底是从哪里开始 它就无法执行呢 反正这块是执行不到 对吧 所以呢我在这段代码之前 那我就预测 看看 之前的这些能不能打印 对吧 好 刷新一下 嗯 可以 那么我就把这个alert的裁剪 放到这个下面 看看能不能打印 嗯 也是可以的 说明这一段代码是没有错误的 然后我再把这段代码再往下面执行 就这么一步一步来 最后发现 哦 就是这一块出现错误 就是说alert之前 alert还能执行做明前面的错误 前面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 alert可以执行 那么之前的代码没有错误 是吧 没有错误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这段代码没有错误 那么这段代码呢 就可以改成2 对吧 最后呢 就 哎 输出一个3 我非要办没有用 没有调 没有调试工具 那么我就是通过alert来调试出来的 那么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他这边变成了呃 字符串b 那也不对 那这边就会得到一个意外的结果 所谓意外的结果就是 1b 对吧 啊 那为什么会得到个1b呢 我是数值运算 他得到这个b 肯定是字符串 所以呢 你就会在这边先测试这个number1是不是数字呢 对吧 然后呢 你还要测试这个number2是不是数字呢 你要一个个的打印出来 好 这里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这里明显的嘛 是字符串 那么这边我要说的一句话是 啊 程序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字符串 有可能是上下文的变量 有可能是上下文的变量 或者函数里的返回值 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这里这个b呢 是不是字符串 我其实并不容易那么看出来 所以呢 你可以这么去测试 好 打印出第一个是1 第二个是b 当然 当然 更具体一点 你要timeoff来看一下 对吧 好 第一个是1 那么第二个是stream 你就发现 哦 第二个它不是数字 数字类型 那我就好办了 我就把它改成2 或者我 我到上下文再去排错 对吧 我到上下文再去排错 所以呢 这个地方改成2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还要把这个alert给清理掉 或者注释 或者删除 对吧 好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排错了 那么从头到尾 我们这个调试工具呢 一次都没有打开 那么古老的调试方法 就是像我刚才这么去调试 调试方法 alert 好 那么 这一块粘贴一下 好了 当然 他alert呢 调试的是比较麻烦的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要重复的裁减 三 裁减 粘贴alert 还如果遗忘掉 遗忘掉 没有删掉的alert 还特别麻烦 你出现 你在程序中 突然一个弹窗 对吧 用户体验会非常的差 所以呢 我们现在需要更好的调试方法 那么 i8呢 和火狐 Opera Chrome Safari 都有JavaScript的控制台 那么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呢 去查看 那么有控制台的话 它就支持一个对象 叫做 Console Console对象呢 如果是火狐的话 你必须安装FairBuy 那么其他浏览器呢 不需要 因为会自动会有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有四个方法 我们都试一下 那么我们就在火狐上面测试了 下面其他的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那么 i7呢 是不支持的 那我们就算了 好 在这里呢 Console 点上love 点上 这是错误的 对吧 错误 那么下面呢 还有三个 那么 这一块呢 有个叫信息 有一个叫做 这个日志 叫做记录 对吧 有个叫做警告 日志 这叫日志吧 好 这个叫警告 好 警告 那么在这边 我刷新一下 大家会看到 左下角这边 错误 它就会显示这个状态 对吧 错误 好 信息呢 它会一个感叹号蓝颜色的信息 然后呢 日志呢 什么都没有 就是白底黑字 那么警告呢 一个黄颜色的 加个黑色的感叹号 一个警告 那么其实它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弹出一个信息 对吧 只不过方式有点不一样 好 那么 当然 在谷歌浏览器 也是可以看到的 好 只是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图标不一样 对吧 颜色不一样 那么opera和safari都有 那么i呢 是没有的 i7以下没有 i7和i7以下 好 i8是有的 那么 这里以Fairfox为标准的话 其他浏览器会各有差异 那我把刚才的这个调试呢 我再拿过来用一下看看 用一个比较稍微先进一点的调试方法 把这一段去掉 好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这边是B的话 我调试不出来 我这个 当然这个地方是有的了 对吧 好 当然它会报错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这边就是给一个 比如说我想调试 我想得到 看看它有没有值 console 点上一个 就用日志的形式 信息日志的形式吧 我打印出number1 对吧 然后这边呢 console lock 我打印出number2 好 那么这边呢 就应该输出number1和number2 发现只输出了一个number1等于1 对吧 你前面可以加一个number1等于 好 number2等于 那么我们这边发现 只有number1等于1 number2没有 说明很容易就理解到了number2这边肯定出错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把它换成单引号的话 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不报错了 但是得到的是意外的结果 number1等于1 number2等于b 这边应该写number2等于b 是吧 number2等于b 当然 它还可以再加上一个 类型 对吧 可以写的很复杂 类型是什么 加上 加上typeofnumber1 那么后面这块也是的 它是什么类型来判断 我这边是不是有错误 number2 好 在这里呢 我再刷新一下 好 大家看到了 number1等于1 类型是number number2等于b 类型是string 好 这个错误就立马出现了 对吧 好 调试起来非常方便 那么你其实不删的话 程序也会照样执行 对吧 好 这边和alert的区别 好 concer 调试 就算不删除 程序 也照样 执行 而alert 会 中途 阻断 后面代码的执行 好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吧 好 当然这个还是要清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不清空的话 谷歌浏览器其实关掉 好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火狐浏览器 它自分的是不支持的 你把它关闭之后呢 它就没有效果了 对吧 所以呢 它这个最终的话 还是要把它注视掉 才可以啊 还是要注视掉才可以啊 就放这边就可以了 不删 对吧 下次调试的时候再打开 那么这个就是呃 比较新的调试方法 比alert要方便啊 比alert要方便 好了 那么这边这么一大段 我们就不说了啊 谁好 谁不好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将错误抛出 那么之前的章节 我们已经讲过了 错误是可以抛出的 呃 比如说啊 这个地方 如果括号type of number 1 等于等于 number 不等于number是吧 因为我们的业务逻辑是 number 1和number 2 必须是什么 是数字 所以呢 它不是数字的话 那么我就抛出一个错误 啊 就抛出总错误就可以了 number 1必须是数字 好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下面来 好 number 2必须是数字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刷新一下 发现这边也抛出了 number 2必须是数字 那么这边如果把它改成数字之后呢 好 这种调试方法 好 就是三了 就正确了 并且这两段 也不需要注视 大家注意了 我不注视呢 要不要紧呢 也不要紧 因为这是抛出错误 这个关了 也是有效的 对吧 好 如果就是说 如果它违反了这个规则的话 那么就抛出一个错误 那么这种调试方法呢 也也不需要删除了 对吧 好 就是两种调试方法 但一般来说呢 这种用的比较多啊 这种用的稍微多一点 当然 还有很多程序员 大部分是用alert的 因为他觉得直接写个挺方便的啊 习惯问题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讲到一个调试工具 因为几款主流的浏览器呢 调试工具都不一样 那么IE浏览器是没有调试工具的 RE8以下 对吧 RE7和RE7以下 那么谷歌 Opera Safari呢 都有自己调试工具 第一节课 我们就讲过了 就是这些东西 好 但是我们比较习惯的是 这个火壶的这个fireby 我觉得挺好用的 那么他可以查看他的HTML 是吧 还可以查看他的CSS 还可以查看他的脚本档 什么什么 对吧 可以控制台 那么能不能让其他所有的浏览器 都用fireby呢 好 可以的 只是功能上有所阉割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 这个fireby呢 先禁用掉 那么这里呢 是这样子的 以下网页版的直接调用 就是说 这个是网页版的fireby 叫做fireby light 写一下 网页版本的 fireby 名字叫做 fireby light 把一个light 他要把一个light 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么网页版就是说什么呢 在线调试 你必须要有网 必须有网 必须速度快 对吧 那这个要求挺苛刻的 那我把刚才的这段代码呢 在这里 Country V 粘贴一下 然后按一下回车 好 看右下角 左下角 以连接 看到没有 好 你要等一会 对吧 你调试要等一会 因为要连接嘛 所以呢 这个网页版 对于网速不快的 对吧 就比较郁闷了 当然它还是连着国外的服务器 所以慢了一点 稍微再等一会 对吧 好 虽然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 它已经完成了 我们再回车一下 Country V 再来一遍 好像没有效果 Country F5 重来一遍 再来Country V 好 有了 所以网页版很麻烦 速度还要快 可能一次两次不灵 那么这次已经全部出现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网页版的 当然我把这个原版的打开 对比一下 对吧 好 网页版有什么 好处呢 就是说你不需要装插件 当然这个是 当然它的坏处呢 就是说 网速要快 而且还是要能再现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 可以 可以 可以显示出我们这些调试的功能 把这个放下来 好 这个刷新一下 还麻烦 还要来一遍 还要再加载一遍 比较麻烦 对吧 好 Country V 再来一遍 好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好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没有加载 你要再刷新才可以 当然我们这个一刷新 这个地址就没了 对吧 地址就没了 好 那么所以呢 我们待会儿要做离线版 当然我们在其他几个浏览器 看看能不能测试到 在谷歌浏览器是失效的 因为谷歌浏览器 要在服务器端 你这么一打的话 它百度搜索 对吧 那这不行 那么等会儿我们再测试白 测试这个谷歌 R1乱七也是可以的 Country V 当然这个速度如果太慢的话 要等一会儿 对吧 好出来了 好 R1乱七也可以查看 可以查看它的HTML结构 HTML结构 查看它的CSS 这个DUN CSS都可以 好 当然它这个有一个 它它这边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谷歌浏览器必须在服务器端 测试也发现 只能是简单的调试 遇到错误 系统不能自动的抛错误给它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边有错误 大家看 比如说VRBOX等于X 如果有错误 那 这个Fireback 是可以显示这个错误的 那么在线版就不能显示 好 当然我一刷新又没了在线版 那比较麻烦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大家来看 我这边有个离线版在这里 好 那么离线版呢 我们只要打开离线版 调用这个第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离线版就能运行了 所以呢 我这么来啊 大家看 先进去 进去 就这里 然后呢 嗯 我们在这里 Ctrl C Ctrl V 然后把这边的地址复制一下 Ctrl C 在这里我们Ctrl V 这里呢 改成反斜杠 然后这边再加反斜杠 回头 复制哪一个呢 我们就复制最后一个吧 好 可以调试的 对吧 好 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刷新一下 哎 大家看到是不是有了 那这里刚才我们验证了啊 他不会抛错误给他 那我们这边的调试的这个 Ctrl是可以显示的 对吧 是可以显示的 那刷新一下 每次都出现新的 那么本地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谷歌呢 啊 不支持的 谷歌不行 好 那么 这个I软件呢 哎 可以的吧 I软件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看看这个I可不可以 好 也是可以的 哎 可以调试 对吧 可以调试 但是是简单的调试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其他的浏览器可不可以呢 我们试试看 那么 Opera浏览器 我直接右击 Opera 好 发现是可以的 对吧 Opera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Safari可不可以呢 试试看 好 给他 好 Safari是可以的 那都可以 那么最终呢 就剩下一个谷歌不可以 那这边我就要写一下了 PS Chrome 浏览器必须在服务器段才有效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把这个Demo3Demo3Best.jsCountryC我拉到服务器端我们试一下 放到这个JS专门用来测试的 好 有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进入服务器端试试看 8080 然后呢 JS Demo3.h贴苗 好 发现可以有效的 是吧 服务器端有效了 本地不行 本地不行 服务器端可以有效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Fileby做简单的调试了 好 做简单的调试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过去了 虽然它可以做简单的调试 但是一些复杂的调试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呢 虽然说它好像有计划开发这个功能 但至少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那么复杂的调试功能有哪些呢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呢 是设置断点 第二个呢 是单步调试 第三个是监控 对吧 那么控制台就不说了啊 各种信息的显示 当然这个控制台显示错误呢 这个还没有 对吧 嗯 好 那么设置断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你的代码 JavaScript代码的地方 设置一个断点 然后从这个断点开始运行 来查看它的执行流程 好 那我在这里呢 我就先写一个 先写一段代码 在这边我写一个写个最简单的代码 先写一个box 叫点我 然后在这里呢 我写一个 add event 和号 window load function 好 varbox 等于document getelement by id 和号 box add event 和号 box 当我点击了之后 我执行一下什么效果 这个效果的话 很简单 就是 让它的字改变 被点了 是吧 很正常的 一句 好 然后呢 那我这个就不用了 那我这个我就关闭掉了 我就不用了 好 好 那我就用这个的 用它的 这个比较好用 对吧 功能强大 好 然后呢 我这边程序很简单 点我被点了 刷新一下 点我被点了 是吧 当然我要调试这段代码 对吧 我要调试的话 怎么调试呢 选中我这里的脚本 好 然后第一步 设置断点 那在哪里设置断点呢 好 我这边是 bass.js 我要选择demo3.js 把它往上拉 好 那么这边呢 选择这块 那么 我从第48开始 设置一个断点 设置个断点之后呢 它出现个小红圆点 是吧 那设置断点之后 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要点击刷新 我点下刷新的时候 发现 它就变成永远加载 永远加载不完的那种状况 这个时候呢 进入到调试阶段 而不是运行阶段 我这时候点点我 没有用啊 选中也选不了 右击也诱不了 点不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我就要进入到单步调试阶段 那么单步调试呢 怎么调试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单步进入 单步进入就是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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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向下执行 我们先点一下 好 大家发现 它就会往执行到第二句 就是说 你从第一句执行到第二句的第二句的流程 然后它是一个函数 那我再点这个单步进入会怎样呢 我点击进去 大家发现 它从这个demo3跳到了bass点 JS这个文件上去了 然后呢 执行到这个LED event 然后我再点 因为是火狐浏览机 它会执行这一段 对不对 下面这一段是IE软件 这一段是火狐浏览器 所以呢 我再点单步进入 执行这个 我再点单步进入 执行这个 我再点单步进入 它执行到最后一步了 那么中间这个IE的就判断过去了 对吧 好 我再点这个单步进入 它就又回头了 对吧 我再点单步进入 到最下面 我再点单步进入 完成整个流程 好 写下 设置断点 就是什么 执行调试的起点 好 再来 单步进入 好 那这我就不写了 因为我笔记上已经有了 单步进入是什么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执行流程 那么它是不是还有几个 我们的一个个来试一下 好 在这里 这个断点还在 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下面一个叫做单步跳过 我点单步跳过 也是往下执行 我再点单步跳过 它这个函数 没有跳到函数里面去 再点执行 再点单步跳过 就过去了 所以单步跳过 是跳到下一个函数块 就是一块一块的执行 如果执行到一个函数 它并不会跳到函数体内 再慢慢执行 所以这个就叫做单步跳过 好 我再刷新一下 它又开始执行了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单步退出 什么意思 叫做跳出函数体 好 那我现在先单步进入 单步进入 好 进到bass.js了 这个时候呢 我按一下单步退出 好 就退进来了 退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叫做单步退出 好 那么前面还有两个 这个叫做断序 什么叫做断序 叫做正常的执行代码 就是将这个 这个这个 调试结束掉 好 但是这个 这个点还在啊 这个原点还在 断点还在 要注意了啊 这个时候我可以可以点我 被点了 看到没有 刷新一下 好 这个时候又进去了 我想正常执行代码的话 你点一下这个 断序 然后再点 就可以正常执行代码 再刷新一下 进入调试阶段 好 那么断序呢 就是正常执行代码 好 那么最后一个 就重新运行啊 重新运行 叫做重新单步调试 什么意思 当我点 当我现在是不是能调试啊 对吧 好 能调试 能调试 然后我点这个 重新运行之后 你再点刷新就能 就可以了 那和这个断序有什么区别啊 重新运行 你是不可以正常执行代码的 好 刷新一下 再来看啊 我点 这个 大家发现啊 我是不能重新执行代码 你看我点我 我点不进 对吧 点我 我点不进 对吧 好 来 再刷新一下 那我点这个断序呢 一点可以点进的 这就是断序和重新运行的区别啊 断序和重新运行的区别 好 最后还有个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不调试了 一定要把断点去掉 不然到你每次刷新的时候 对吧 哎 运行不了了 怎么回事啊 对吧 好 这边写一下 不需要调试的时候 一定要去掉断点啊 不然每次刷新总会进入调试 什么调试啊 调试模式 好 进入调试模式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断点先去掉 然后刷新一下 好 哎 可以吧 刷新一下 哎 可以吧 不进入调试模式了 OK 没问题 如果你想再进入调试模式呢 你要先设置一个断点 在这里设置一下 好 设置一下之后呢 嗯 你再刷新一下 哎 进入调试模式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监控 什么叫做监控呢 就是在单步进入的时候呢 我去查看一下变量的值 好 比如说我在这里代码上我写 在这里有写的VRA等于1 A等于2 B等于1 A等于3 B等于2 那么我们就要发现 A这段代码 从头到尾运行过之后呢 嗯 这个A最终的值是多少 那我们刷新一下 再刷新一下 进入DEMO3 对吧 然后在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监控 对吧 监控 这边A是Undify开始 我单步进入 现在是1了 对吧 我再单步进入 单步进入 进入 进入 进 进 好 这个时候是2了 看到没有 2了吧 好 进 好 这时候就变成3了 好 这边代码 这边的变量很少 所以呢 你还可以看得清这个A 如果特别多的情况下 你可能看不清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在这新建 新建监控表达式 这边输入A 好 这边就会单独把它列出来 那你单步调试 调试 调试 那在这里就会出现了 对吧 这边就没值了 你进到这边 它是没值的 那你再进入 进入 进入 回来又有值了 对吧 然后再进入 进入 现在变成2了 再进入 进入 那这个值就变成3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去调试这个变量 调试 调试错误的时候 就发现 每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变量是否有值 检查这个变量是否出错 对吧 好 就是这么去调试 好 这个要先去掉 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好 最后控制台不讲了 对吧 控制台就这个 产生错误的 刷新一下 好 可以没了 好 那么其他流氧器 I8 以上的流氧器 和其他流氧器 均可以实现 这个调试功能 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的做法呢 是主要在火湖的 Fairby 进行调试 然后兼容其他的浏览器 以提高开发效率 那么这节课呢 JavaScript的 错误处理 调试 我们就讲完了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适合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组老师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